那如果是因為台積電消息 就買嘉義的那些怎麼辦 啊死定啦 因為你要帶母親 你是 而且立即生效 我們辛辛苦苦 如果賺了一個頭期款兩百萬 我們還要投到房地產裡面嗎 主婚父母點錢啦 否則牌讓給他看啦 你口袋的錢是 拿來禮物用的 買LV包包用的 買跑車用的 哈哈哈哈 拿父母的錢去買房子 用錢賺錢 沒錯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各位 其實我已經名下有一間房子了 昨天那個楊金龍 從央行說話了 就是你現在如果要買第二間房子 在名下有貸款的狀態下 只能貸五成 我有聽錯嗎 我一直很懷疑自己的耳朵 那這一波打房策略 我馬上請到了這個很厲害的 帥過頭前輩 歡迎帥過頭 大家好 我是帥過頭 我跟各位觀眾說一下 這一次有哪一些 第一個包含是 如果你是公司法人的話 貸款 三成 只能三成 豪宅 三成 建商儀物 三成 買第三間 三成 全部背起來了 對 意思是說 如果你在台中買豪宅 好像四千萬以上 只能 三成 所以你要買一間 四千萬的房子 在台中 等於自備款要準備 兩千八百萬 可是新清安這樣買進來的人 因為他總是期望五年寬限期之後 也是有套利的可能性吧 五年之後可以賣 賣不掉的話 就夫妻兩個辦離婚 老公賣給老婆 又繼續一個新清安五年 這就是為什麼我 雖然這個帥老師是我爸媽那一輩 但我從小就把他當偶像 什麼要爛造術我都懂 我最喜歡這種一本正經的講幹話 現在九月份是第七次打房 六月份的時候第六次 我很簡單的回答 你12月19號 第三個禮拜的禮拜十日 我都算好啦 第八次打房 一定打 一定比現在還年口 我非常的肯定 今天看到一個影片 林口的中介已經在 檢止箱子回收了 六千家中介店有八萬個 房仲 六個月內會減少兩萬個人 是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來我公司 幫我上字幕剪片 好那接下來要講另一個 我覺得更可怕的就是 第二戶購物的貸款 它是全國適用啊 五層 不限地區耶 對 假設你上個禮拜買在基隆 它不是七都 它本來第二間代七層 對 今天開始代五層 那如果是因為台積電消息 就買嘉義的那些怎麼辦 啊 死定啦 因為你要代五層 因為台積電 太子跟 太保跟那個鋪子 你買一千萬 你以為你就第二間代七層嘛 你就準備三百萬 好 現在回答你 代五層 那你就要準備五百萬 而且立即生效 要是買嘉義太保你死了 那如果是買預售屋的不就完蛋 預售屋是三四年後 不做一姑 那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應該是像我這樣的狀況 就是家裡有寄層房子給我 那寄層房子轉讓給我之後 我是不是之後自己想要買房子 我就都沒有寬限期可以使用 那個房子沒有貸款的話 那個房子不能超過二分之一 不能超過二分之一是指什麼 三中地繼承的話 那你三分之一不算房子 你可以用新清安 對 你假設是 我跟我妹妹 你跟你妹妹二分之一 這話你查一下 對 因為他寫的就是二分之一 OK 假設只有你一個人繼承 那你就只有房子不適合新清安 那你在買房子就手購付寬限期 昨天有寬限期 今天沒有 OK 好就一天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大家會不會把錢就都去炒股 房貸裡面 今年有一部分一兆是假信的 這些人都是老人家 把他的公益拿去貸款600 然後拿去買ETF 因為這邊的貸款是2.5 ETF期望是6% 所以這個東西接出來 今年接出來一兆 所以各位 不知道投資什麼標的 ETF 穩穩的5到6% 對 安全的很 不用在乎他股票漲點 你只在乎每個月 每一年的5到6% 你怎麼看那麼通透啊 我相信很多老人也很笨 不知道這件事啊 那現在看了這個節目 回去叫你父母親都把舊房子拿出來貸款 那這樣之後的房價是不是只會越來越高 還會有下修的可能嗎 房地產叫做不動產 你必須打擊他一年以後 他才會動 你一開始短期三個月六個月 那些屋子都不會斷 你現在買房子30歲 只有房子60歲都已經沒貸款 這些老油條 死都不會動 所以你現在行情 一售物賣50萬 請問你現在看起來情況不對 你能不能賣45 不行 因為前面的50你會漏失掉 所以你這樣算賣不掉50 已經沒人買 你也要拉55 讓那些50的業力交互 交互完一年以後你再降價賣 也不是降價賣 你還是賣55 但是送莊王 就見商老爺 他寧可送你莊王也要加價賣 這個講得很好 這就是商業策略 我寧可用送的 我也不降價 就像是來砍我業配 我不降價 我可以多送你限動 沒錯 就是我有我的價值 或者買一送一 所以房價永遠不會下跌 那網友很可愛 我整理了一些網友寫 打房的證據策略 聽看看你覺得合不合理 第一個 食評至先實施吧 啊 不行 因為食評是實施的話 一百坪 啊 全創一百坪 公社三十四 你要賣 你現在登記就登記66坪 我還是一坪賣一百萬 結果你登記66 我一坪就賣一百五十八 一模一樣 我總價不變 結果實價登錄一坪 變成一百變成一百五十 這其實沒屁用 結果你變成一百五十八 旁邊的公寓 我也是用食評啊 他本來跟你一百 他七十 七十 你現在一百五十八 他還打七十 他賣一百一十萬 他會跟進啊 欸 對 你得到了公平正義 但是付出的代價 房價沒有跌 很好 房子跟進 哇 那個支持 那個食評制的立委 高嘉宇小姐 他已經若嫌了 哈哈哈哈 本台不討論政治 那想問一下 假設有人現在手上有資金 然後他們會說 那我們就等之後斷頭去撿便宜 這個心態是 不會斷頭 不會斷頭嗎 我很簡單跟你講啦 大家講斷頭有一個情況 就新金安五年一到 你本來新金安一個月是還一萬區 那你要還本區很簡單 不用複雜的計算 第六年你要還五百一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都拿出來賣 大家都拿出來賣 是用房價下停 各位 這都是算數 加上人性不是這樣 因為百分之九十的人 你去買新金安 其實不是你要買 你父母親實在看到政府 有補貼1.775 又沒有換現金 在這個時間 給你錢叫小孩買 父母既然贊助你 他這個年紀六十幾歲 也想過一件事情 16年的時候你繳不起 對 所以他還是會給你 所以不是你的還款能力的問題 是你父母親還款能力 我認為現在30歲或40歲年輕人 靠自己賺錢 自己存款 然後能買得起房子的 我不相信超過10% 是真的不多 那你就寫那90%靠父母 靠爸主的就要永遠靠爸了 那就靠爸 對啊 我相信我兩個女兒 也在等我買房子給她 我兩個女兒的賺錢能力 兩個加起來 乘上死才是我的賺錢 所以我兩個女兒 你太囂張了吧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辛辛苦苦 如果賺了一個投七塊兩百萬 我們還要投到房地產裡面嗎 不要啦 除非父母給錢 否則擺爛給他看 你口袋的錢是拿來禮物用的 買LV包包用的 買跑車用的 哈哈哈哈 拿父母的錢去買房子 讓錢賺錢 那想問一下老師 你建議總價代買在多少比較不虧 越低越好 因為越低的人接手越強 你假設買500萬 有100個人能接手 你買1000萬就剩下200個人 500萬嗎 那我想問一下 中山區的景星大樓可以買嗎 那我買多啦 因為我都買在最容易買的自殺大樓 等一下我是開玩笑的你認真 你認真 你很大禁止28個人 讓我全部買光 我在講真的 我民國92年額頭寫一個兇 你是亂問問對了 我是亂問的 因為我們最近拍片去景星大樓看 我想說網路上一瓶 10瓶550萬 我都不敢買 就是買那個不會虧啊 可是租也不好租吧 景星大樓的主委已經警告說 我要是亂講話要搞了 因為他六樓 他六樓有一個 聯合中市 他那一邊都 外地人跑過來跳樓啦 對啊 有點像那個西門町的西領國產 對對對對對 應該是說 一定租的出去 但如果要轉手賣給其他投資客 不見得好賣 非常好賣啊 非常好賣嗎 非常好賣 因為他在那個當地是最低的啊 其實我曾經買過 林申北路的房子買很多 那帥過頭老師你去酒店都是去哪幾間比較多 最近沒有去了 沒事下次我們再一起去玩 好最後鼓勵一下各位年輕人 還是可以買房啦 但是就是否自助需求 要投資的話就不用想了 然後帥過頭老師也說了 房價之後只會漲不會跌 喔沒有沒有 你沒講到重點 父母親趕快去挖錢 趕快買 一定要父母親的錢 趕快買新進來 有沒有 絕對不可以用自己的錢 爸爸 我錢都花在你人身上 我還那麼你當我乾爛子也沒有錢啊 我也剛好都花在女人身上 我們可以交換一下心得 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可以玩同一個 下次見囉 喜歡我拍這麼正經的內容嗎 好不好 還有這個剛化風格再告訴我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現在40歲的人出生人口40 現在30歲的人出生人口30 現在1歲的人出生人口13.6萬 30年後他們31 他們結婚是6.6萬對 這個老公他父母親還在 然後他上面還有祖父母跟外祖父母 是6個人養他一個人 各位老婆也是6個人養他一個人 所以30年後 他上面有12張口袋 而且他12個人都有錢 好12個人應該有6千房子 你可以等他們死了之後 你這一對夫妻可以啟成6千房子 你為什麼要買房子 所以我奉勸你好吃好 一直去旅遊把錢花光 懂為什麼我喜歡帥老師了嗎 好 我不想這個 不許 不許